2023年2月17日 神州14号飞行程组航天员 陈东 刘洋 蔡旭哲 在返回地球75天后 首次与公众正式见面 任务这半年 我觉得感受就是忙碌而充实 陈东我知道这个两颗星 代表这两次执行任务了 你这个徽章是什么 因为有一个任务标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 最近一次任务的任务标 那么你之前的 飞行任务的任务标 它就相当于用一个 小的这样一个徽章来代替 挂在这个胸口上 那这就是上一次 对 11的任务 16年那一次 对 11的任务 这是14的任务 在轨驻流的183天里 神州14号飞行程组 迎来了问天实验舱 孟天实验舱 天州5号过运飞船 以及神州15号载人飞船的 来访对接 与地面配合完成了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 组装建造 并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 和一次太空授课 被称为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的 最盲太空出差三人组 你看你现在啊 这个脸已经又瘦下来了 这个小小的脸 但是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 你可是这样的 是的 肿成了大蛮头 当时自己一照镜子的时候 哇 自己都吓一跳 因为明显的这一次比神九的时候 要肿得更狠一些 每次录视频他们说 你的脸好肿啊 他说不过没关系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脸吗 我说什么脸 他说你这叫国泰民安脸 我听了我就觉得挺开心的 然后每次再照镜子的时候 自己也挺高兴的 我就对自己说 我说看 嗯 这就是一张国泰民安脸 挺好的 2022年6月5日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前 陈东 刘洋 蔡旭哲领命出征 三人均为中国第二批航天员 都是七五号 也是中国载人飞行任务以来 平均年龄最年轻的乘组 担任指令长的陈东 曾执行神舟11号飞行任务 刘洋曾执行神舟9号飞行任务 是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 蔡旭哲是首次飞天 这一刻她等待了12年 我们北京见 他们两位都已经有这个飞行的经验了 对于你来说是第一次 上去的时候 去执行这个任务的路上 在想什么 因为也经过十几年的准备 也听他们讲过一些 起飞什么讨一讨分离 助队系分离 这一些 可自己想象的也有一个比较 想象的可能 比方说上升的计值 你说四个计 感觉计值也不大 还比想象的要小 尤其起飞的时候那一刻 我觉得特别平稳 轻轻地就离地了 很轻 但是想象 还真是这就离地了 三 二 一 点火 2022年6月5日 10时44分 神舟14号载人飞船 搭乘长征2号F1-14运载火箭 奔向中国空间站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第一次载人航天任务 肩负着完成中国空间站 载轨组装建造的重要使命 约七个小时后 飞船成功对接于 天河核心舱镜向端口 陈东开启了太空家园的家门 这是它时隔六年 再赴星辰之约 从16年到现在 又是一个六年 这六年你都在准备什么 我刚开始以为 不用再准备那么多东西了 什么叫以为 就是我认为 我执行过一次任务 好像这些我应该都会了 都懂了 但事实上差别太大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空间实验室 我们所有的环控生堡 都是非再生的 我喝的水是地面带上去的 净化空气是用的净化罐 也是消耗的 用完就扔了 那么到了空间站系统 全部都变成再生的了 我们的水是通过 我们排的尿液 汗液 最终净化成水 它是一个非常庞杂 非常复杂的系统 真的是要从头开始 从零开始 一点一点 相当于 又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了 以前的不算数了 你包括出舱活动 原来我不出舱 我不牵扯到舱外扶的学习 现在要出舱了 我整个舱外扶又是一个 小型环控宣宝系统 各个部件都要求 非常非常了解 非常非常熟悉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 是我国空间站建造期的关键一战 任务期间将全面完成 以天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为基本构型的空间站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在太空工作生活了50天后 2022年7月24日14时22分 神舟十四号乘组 迎来了中国空间站 首个大型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 以前像问天这么大家伙 上去的时候 里面往往都是叫舱等人 而不是人等舱 这一次你们就不一样了 我想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就是你们用肉眼看着它 逐渐地逼近自己的空间站 当时实际上 都是想你看着画面那个传过来 和你肉眼看是 真的是两个概念 看见了没有 那肯定是可以看见 我们就想办法到这个悬窗边上 歪着脑袋侧着使劲侧 正过来那种感觉什么样 对 一个庞然大物 先是一个小点 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好像一个伙伴 他从一个遥远的地方 一点一点地从小到大向你飞来 你就想张开双臂去拥抱 他的一种感觉 问天报告 问天转最后靠拢 发射升空一天后 2022年7月25日30时13分 问天实验舱 与天河核心舱的前降端口 上演了重量级的太空之吻 实现了两个20吨级的航天器 载轨交汇对接 可以进入对接通道 注意关闭舱门平衡法 约七个小时后 成东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舱门 神十四成组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 这是我们在太空拥有的 第二个工作舱和生活舱 除了实验设备 问天实验舱还配备了 与天河核心舱一样的生活设施 包括一个卫生间 三个睡眠区和一个小厨房 至少可以保障 三名航天员的日常生活 问天来了之后 实际上问天和核心 这边各有三个睡眠区 那么一共是六个睡眠区 当时就是说 这六个睡眠区 你们可以选 我跟刘洋当时 没有调整睡眠区 蔡玉哲动三 他就把他的睡眠区 搬到了问天 为什么不试试新鲜的 毕竟是一个新的房间 新的家的一部分 我也去试了试 睡过一小 有点不习惯 哪点不习惯 可能说起来 大家有点会好笑 我们天河这边 核心舱的床铺是平的 就跟我们地面床是一样的 平的 那我们就可能习惯了 但是到了问天 它这个床是立着 就相当于它是这样 站着睡 那在天上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真没区别 可能大家想 你失重嘛 怎么都没睡 但是作为这个人体 这个接受啊 你已经这样 就是你好像就是认为 这叫躺 我这样睡觉就舒服 已经认定这个事实了 等等你这样竖着睡 不行 真的不行 就特别别扭 那你适应这个站着睡觉 适应了多久 我觉得我适应的很快 可能睡着了以后影响不大 就是出睡眠区的时候 睡醒了以后 还觉得自己是躺着呢 其实出来一看不对 是那个是干着睡的 对 提会了一下新的视角 对 蔡旭哲一起搬走的 还有他从地球上带来的私人物品 一把种子 当时你带了几种种子 三类吧 一类是就是生菜 然后还有点小西红柿的种子 还有那个癌焦小麦的种子 效果最好的还是生菜 那你准备在上面就吃啊 你种又是生菜又是西红柿的 刚开始上去感觉是消遣 但是说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 长出来看了以后那种非常亲切 就是也感觉好像自己没有走远 蔡旭哲种植的这些植物 成了空间站的团宠 陈东 刘阳也会时时照看 给他们浇水 当你看见这些小生命 从种子一点一点长大 然后变成植物的时候 你会多看两眼吗 我当然会 我有时候因为它在问田舱柱 我有时候飞到问田舱的时候 不是看它 是看植物去 对 不管干活还是什么 我怎么会挑到那儿看一眼 看看它长得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绿色呢 也给我们的整个舱里面 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你自己戴上去的是什么 我戴了一副照片的卷轴 然后上面是和我们以前 飞行员战友的合影 跟家里人的合影 然后还戴上去了小娃娃 挂在我的睡眠区门口 还戴上去了一个幸运心的瓶子 我每天都会叠一颗幸运心 然后在幸运心上 写一句美好的祝福 每天放在那个小瓶子里面 183天就叠满183颗 在完成了货运飞船物资转移 问天舱平台载轨测试 科学实验机柜解锁与测试 小机械壁解锁与载轨测试 空间站组合体管理等工作后 2022年9月1日 陈东刘阳首次执行出舱活动任务 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舱 气闸舱出舱 并由小机械壁辅助实施的出舱活动 与神舟12号 神舟13号乘组出舱 使用的节点舱相比 气闸舱的舱门口径 从85厘米增加到了1米 神舟14号报告 出舱舱门一打开 完毕 出舱的这个直径 要比以前要大一些了 那你们感受是什么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舱里面的空间大了 你转个身还很富裕 你也带来有问题 我空间小 够什么东西好够 我船东西怎么好船 大了之后不行 大了之后 我到这个舱壁边上 离舱门还老远了 我只能往舱门口去爬 一点点爬到舱门口 然后才递设备 当然出舱来讲 这个舱门口大了 我们进出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舱门小的时候有时候后背包 后背包因为是凸出来一块 所以会有一些磕碰 但是舱门口大了之后 这个就好多了 楚歌 我出舱了 感觉很好 随后刘洋成功出舱 蔡旭哲在核心舱内支持 他们要配合完成 问天舱扩展泵组安装 问天舱全景相机抬升 舱外自主应急返回验证等任务 为了这次出舱 刘洋在舱内演练了好几遍 我们在问天舱 气查舱的时候 真实地穿上舱外操作服 去试一下 你在舱内的一度 对 只是不开这个出舱舱门 你感觉跟在水底下训练 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次就是因为 刚刚到这种环境 整个规律全是乱的 没有摸索到这种爬行的特点 所以就会觉得 特别特别的累 特别特别的费劲 我完全稳定不住自己的身体 你想让它稳定的时候 它向上飘 你想让它横的时候 它竖着走 你想让它前进的时候 它往后退 就属于这样的状态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弄 而且随便一个很小的动作 你可能就手忙脚乱的 所以当时就心里很着急 打击也很大 第一次演练之后的几天里 刘洋脑子里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出舱的动作 她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每一个动作 包括吃饭的时候 我在餐桌之前 只但凡是有时间 我就会手腕活动 抓着一个扶手 上下活动左右转 只要一有时间 我人就在汽车舱里面 然后一遍一遍地拿着那个 就是我们的电动工具 其实站在那个小机械壁上 去拿电动工具的时候 特别帅 电动工具很大 然后去卸那个螺丝 一遍一遍地去想 我还拿着那个电动工具 在舱内找到同样的螺丝去试 我怎么样把这个松不脱螺丝 很好地把它拧出来 我能判断它是拧松了 已经到位了 就一遍一遍地去做这些动作 压力之下 刘洋偷偷哭过三次 你们不想让别人看到吗 也不想让别人担心 地面的工作人员 其实他们 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我们 你如果是你在天上情绪不好 他们也特别着急 所以我一般都是躲起来悄悄哭 然后我有一次 在汽车舱里面悄悄哭的时候 因为汽车舱里有两个摄像头 我每次都会躲在衣服后面 或者背着摄像头 摄像头实在忍不住的话 自己悄悄地摸几下眼泪 刘洋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幕被四百公里外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 总设计师黄伟芬捕捉到了 他就让那个职办的工作人员说 说那个让我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他说什么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 他说你刚才哭了是吧 我说没有啊 我说你看到我哭了吗 他说你在汽车舱里面哭了 然后我就笑了 我说是 我说其实好多次 我都想给你打电话 想给咱们的那个中心打电话 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工作量 给调整一下 我不去操作这么多的东西 我就是 我辅助 对 我作为一个辅助者去干这些活 你等于是跟黄总脱底了 他们肯定知道 我心里也是有着巨大的压力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心理话 就跟他说了 他说没问题 他说你要相信自己 他说我们都相信你 你在下面是训得那么好 再说你们也是两个人协同配合 他说你要相信自己 一定没问题 他的这番话 对你的作用是什么 这么多人相信我 我也会因为他们的信任 而不自觉地提升了 自己的自信心 任务原计划安排 两次出舱演练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刘洋主动要求加练一次 我也会和地面的师兄打电话 出过舱的师兄打电话 去请教 一遍一遍地请教 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问 我该怎么办 那人家有经验的航天员 怎么回答你这些问题 首先告诉我说 你一定不要着急 不要和自己对抗 因为在天上 你烧给他一些力 他惯性大 你烧给他一些力 他刚开始不运动 过了一会儿 他就开始运动了 所以说一定要有耐心 当我发现自己的身体 有摆动 或者向上飘起的时候 我先闷着劲 先制止 制止他向上飘起的 这个运动的趋势 然后在手腕慢慢使劲 让他缓慢下沉 当我把这个所有的动作 都做揉了 做稳了之后 我会发现 我自己越来越稳 越来越稳 就是这一缸一揉之间 你自己体会到的是什么 过犹不及 就是任何事情 都有它的规律 你一定要找到它的规律 然后按照它的节奏去做 当你对一件事情 有控制力的时候 自信心就提升了 2022年9月1日 刘洋首次在舱外亮相 顺利完成 问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安装 问天舱全景相机 抬升等任务后 已是9月2日凌晨 此时他们要验证的 是问天舱舱外自主应急返回 模拟在离出舱口最远端 进行工作的时候 遇到应急情况 以最快的速度返回 当时设置的应急路径 单长30米 需要沿舱地上的扶手 爬行往返 保持节奏 30米 在地上几步路的 很轻松 但如果在天上 你是要靠爬 对 完全靠双手 我们在最远路径爬行的时候 正好是阴影区 我爬到路径中间的时候 我忍不住往下看了一眼 我感觉四周特别黑 我就想看一看周边到底是什么 脚下到底是什么 我就不经意地低头一看 黑 深不见底的黑 我觉得万丈深渊都不足以形容 你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和参照物 那种趋大的心理打击 就像一下子把你的心给抓紧了 那种感觉一样 然后就赶快把那个眼神收回来 两个手抓 抓那个扶手 抓得就更紧了 你第一次看怕不怕 怕 有点怕 我真怕自己一松手飘走 我一继续向前爬 爬到下一个扶手的时候 实在忍不住 又低头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 我就看到了一弯心愿 静静地在我的脚下 静静地悬在我的脚下 你就感觉心一下子就温暖了起来 就明亮了起来 那你完成了这些 你回去 那什么叫如释重负啊 如释重负那一刻体现的 真的是淋漓尽致 当我爬在出仓口的时候 我们两个 我和陈东我们两个人 都在出仓口 然后照了一张合影 用仓外的相机 当时他们就说 说那个画面特别的好 我们俩中间正好是入出 一轮红日喷泊而出 这时候你往下面看 美丽的蔚蓝色的地球 真的是万里江山 就在我的眼前 我那个时候才有心情 才有时间 目不转睛地贪婪地去看一看 我们出仓的这个美景 真的心里乐开了花 打开出仓舱门 完毕 距离首次出仓活动 仅仅17天后 2022年9月17日 蔡旭哲成功开启 问天实验舱 气闸舱出仓舱门 与陈东共同实施 神舟14号乘组的 第二次出仓活动 这次出仓活动 有两个首次 分别是首次安装 问天气闸舱 舱外助力手柄 以及首次进行 舱外救援验证 你们两位 陈东和你 谁是被救的 谁是救的 我是被救的 那你在那儿处在一个 什么状态 就装成什么样 装成就是不能动了 全屏这个动摇 往外模拟 出仓前 当时地面的 他们打电话也说 说这个模拟救援的 可能没有什么 这个被救援的 可能需要一点胆量 因为当时手要 完全松开 把手松开 让别人把你拉着走 动三 请模拟失去工作能力 有问题了 动不了了 好的 明白 确实松手的时候 是有一点 感觉到一松要飘走 就是有一点远离仓 惊不惊一下 那时候倒没有惊 我就觉得有一点 就是条件反射的 本能子就想手抓一下 都无依无靠了 还不惊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就要相信 自己的队友 我虽然是不能抓 但是我眼睛可以看 也是帮他确认 我们可以沟通 他抓着我行走的时候 因为餐外 还有一些餐外的宰贺 还防止碰到什么东西了 我还可以提醒他 经过约五小时的出舱活动 陈东蔡旭哲安全返回 问天实验舱 全过程顺利圆满 进一步检验了航天员 与小机械臂 协同工作的能力 验证了问天实验舱 气闸舱和出舱活动 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 经过两次出舱活动 三人在看地球时 都有了不一样的视角 你从空间站的视角 去看地球的时候 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我特别特别喜欢看 就是夜晚城市的灯光 万家灯火 灿弱繁星 我觉得每一个 闪亮的灯光后面 都有一个温暖的家 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就心里面一下暖洋洋的 你是想家了吧 是吧 想念想家 我有的时候 特别想孩子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写日记 每次望向地球的时候 我都会在想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是不是也在想妈妈 我知道在那某一盏 温暖明亮的灯光背后 他们俩就在里面 正在欢快地 打打闹闹 做游戏 正在跟爸爸说 说你看 快抬头看 那颗最亮的心 就是妈妈刚刚飞过去 十年前 作为中国首位 女航天员飞天使 刘洋还没有孩子 如今已经儿女双全 十月六日是刘洋的生日 这一天 她收到了一个惊喜 那怎么庆祝一下 其实我在天上过生日 那天我都快忘了 我都已经忘了 然后地面工作人员 就跟我说 说一会儿你有个双向视频 我说双向视频 我说好 我就以为是工作人员 要跟我们说什么事呢 我就飞到那个 就是我们的仪器前面 我一看 能看到下面的 我们视频间的那个画面吗 然后他们把视频间 布置特别温馨 挂满了气球 然后还那个摆上 Happy Birthday的字 那个小字母 还有大蛋糕 还有 吃不上啊 是的 然后除了我爱人 孩子 还有家里的亲人 还有很多很多朋友 很多很多小朋友 满满的一屋子人 我爱人还手捧着些话 站在那个地方 后来就唱生日歌呀 给我唱生日歌呀 唱什么 星星与玫瑰呀 然后 你这儿肯定又是哭了 哎呀是的 我孩子就跟我给我唱 他们之前排练了很长时间 就是就想在生日的时候 给妈妈唱首歌嘛 就唱的是妈妈 我爱你 我当时一听就不行了 最逗的是我爱人跟我讲 他说我们都给你们 给你准备了礼物了 你现在就到那个货包里面去找 我以为他是在骗我 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件事 一直到过了大概有三四天了吧 地面人员跟我讲 说你到那个咱们的节日 节日包里面 有一个小包包 里面是你的东西 你找出来看一下 我就过去 我过去一找一看 真的是有生日理由 是什么呀 是我爱人和家里人写的一张小卡片 还有朋友写的两张卡片 然后爱人送了一个小小的 珍珠项链 专门带上去 特别特别小的项链子 然后卡片上是家里人 他孩子还有家里人写的一些话 爱人他在卡片上就写嘛 他说那个首先祝我们任务 圆满成功嘛 安全返回 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 而人类不过才存在了不到100万年 他说能在太空过程 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在太空直守了150多天后 2022年10月31日 神州14号乘组迎来组成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合体的 最后一个舱段 孟天实验舱 此前一个月 孟天实验舱完成转位 空间站组合体由两舱一字构型 转变为两舱L构型 这又不一样了 孟天上来就意味着 中国空间站T字构型 也就是中国空间站要建成 我一打开舱门 就是可以去见证这个时刻 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不一样 孟天实验舱发射入轨仅三天后 2022年11月3日 神州14号乘组配合地面操作人员 实施了孟天实验舱转位 对接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 侧向端口 标志着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 载轨组装完成 开启中国人太空三居士时代 神州14号 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同时在舱外 为了方便三舱间太空行走 需要分别在天河核心舱 与问天实验舱之间 天河核心舱与孟天实验舱之间 搭建舱间连接装置 2022年11月17日 陈东和蔡旭哲再度搭档出舱 架设天桥 那带多大的东西出去啊 它主要是长 其实它的体积并不大 它就是长 当时是合拢状态 合拢状态不是想象的那么长 合拢状态大概有两米左右吧 是这么折叠的 还是这么可以拉伸的 折叠的 它就是和尺子和那个折尺差不多 就是正常两个是在一起的 然后出去了以后就打开了 它这个舱间连接装置有两头吧 两端 每端有三道锁 我们两个是一人安一端 搭不好 结果会是什么 搭不好这个结果就 那就问题比较大了 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因为它当时航天员如果是从舱外爬行的时候 那整个身体包括你身上的两个安全挂钩 都是要挂到那个桥上的 那桥一旦拖开了以后 那整个就和站相当于拖开了 那是非常危险的 通过舱间连接装置 蔡旭哲实现了首次跨舱段舱外行走 攀爬过去的时候 和能够抓住这个飞行器上面的那个扶手的感觉一样吗 它这个桥是搭上以后 它允许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 就是说相对来说晃一点 不像飞行器的一个抓 它是抓得很实 人就是这样 你拉住一个很坚实的依靠的时候 你心里也会踏实 那你反过头来 你趴在一个相对 我们打引号扶桥上面的时候 心里会不会也相对的也有点不踏实 那倒没有 你自己安的 对 自己安的 自己有底 这锁锁得很牢固 当时那个陈东 他在机械壁上看了 他晃得很厉害 他觉得都有点担心 其实自己在上面的状态 自己在上面 我觉得倒没有那么晃 因为也知道工程 它设计指标就是允许晃的 允许晃动 它寿命才会更长 自己就是说 试着把它走一趟 让自己放心 让其他的战友 在过这个桥的时候也放心 我替你们已经走过了 另外也让地面放心 我们搭的这个绝对没问题 这次出舱是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完成后的首次航天员出舱活动 而且是首次大小机械壁合体配合作业 检验了航天员与组合机械壁协同工作的能力 大小壁组合 大小壁组合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多了关节了 因为大壁关节加上小壁的关节 它的关节多 它的灵活更灵活 它覆盖范围大 而且满足我们各种姿态 我在上面就是视角最好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三舱的全貌 然后看到三舱是在地球背景墙的衬托下 地球只能当背景墙 我们中国空间站在上面潇洒自由地运行飞翔 那个画面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非常想把这个画面流入 我就问我也问地面 我说地面你们能不能看到三舱了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可以保存一下这张画面 因为毕竟有我这个视角的人确实少 但是我希望去分享 全地球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对 太难得了 当时我在机械B上也说 我说给个几分钟我再看两眼 人家同意没 当时是给了 因为我们当时整个任务进度还是挺快的 因为我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出仓 最后一次出仓就是离我们返回也快了 所以就想多看一看 经过约5.5小时的出仓活动 神舟14号乘组密切协同 完成第三次出仓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 至此 神舟14号乘组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 三次出仓的记录 此时距离地球来客神舟15号乘组到访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在神舟15号航天员启程前 陈东 刘洋 蔡旭哲专门录制了欢迎视频 你们对这一天是不是从上级的时候就已经在期待这个了 必须的 经常我们在下面开玩笑 到时候我们在上面等你们 然后就说到时候你们把我们迎接好 就两个层主相互开玩笑 当时我们也在想怎么去欢迎他们 怎么迎接他们 然后后来我就想着去设计一套欢迎服 然后我就想是什么图案 然后写些什么字 就是那份图我都留着的 所以你们三个拍的那个就转位 然后拍后边那个都是预谋已久的 对 是我们都下面精心设计的 2022年11月29日 神州15号飞行程组航天员 费俊荣 邓清明 张璐 领命出征 飞赴太空与战友们天宫相聚 前半夜就是我们看直播 看直播一直在看 看完直播实际上是可以睡小觉 休息休息 但是就是很兴奋 很激动 就是睡不着 就是没睡 基本就没睡 这些人都见过呀 180多天没见过真人了 没见过活人了 有一次我们在跟地面 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 就是把摄像头一转 对准了舱外的绿树 就我们看到绿树的那一刻 就感觉 哇 我们真的离开地球很长时间了 就是这种地面司空见惯的东西 就是我们第一眼看见 给我们是一种震撼的感觉 真的是好久没看到了 那同样我们在180多天 那么也就是通过视频 语音这种形式跟大家 去打打招呼 真人要上来了 那不一样 那我们平时我们就我们三个人 看得烦也烦死了 对 都疲劳了 终于有新鲜面孔上来了 神舟14号 我是神舟15号 我们您到达 才能报告 最要Ds 开机正常 2022年11月30日 5时42分 神舟15号飞船 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与天阁核心舱前向端口 加上问天梦天实验舱 神舟14号 天舟5号飞船 中国空间站首次形成 三舱三船组合体 达到当前设计的最大构型 那真来了 还不得激动坏了 确实是 就是感觉过程怎么这么慢呢 就是因为他们对接完之后 也是一样 我明知道舱门背后就是他们了 就开不了门 因为还要也要一样 做一些测试 你就看那个时间在走 一点点走 还不到 还不开 等啥呢 然后终于开了 因为相当于是 我是这个空间站的主人 我作为主人来迎接你们 我先开门 他们也有钥匙 对 我开完门之后 他们还没开呢 那他们是那个 轨道舱悬窗 可以看见他们 可以看到 就看到真人了 真看到真人了 哇招手 终于来了 然后这时候他也开了门了 开了门之后 我们也不到两米 不到两米 面对面 这胳膊就一直举在这儿 就一直举在这儿 快点吧 来吧 朋友你们来 进家了 然后他们 当时我就觉得 他们还在报告 神舟书号什么打开 我就想别报告 然后就飘过来 飘过来之后 真的是拥抱在一起 就说 想死我们了 终于来了 他们一进来 我们帮他收拾东西 给他们热饭 然后再帮助他们设置状态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 很羡慕他们 我们当时没这待遇 他们是吃你们的 还是自己带着 自己带 自己带的 因为我们所有吃的东西 都是分好的 当然他们带了之后 我们吃他们的 他们带了新鲜水果 我们早吃完了 所以最后我们吃他们的 他们上来之后 整个空间站 一下子变得热闹了好多 抵了 对 满眼放过去 都是人 都是战友 就这种感觉 就感觉这个人间烟火气 好像又回来了一些 还没跟他们在一起待够呢 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很复杂 就是一方面的就是 我把钥匙交给了你 意味着我完成了我们神舟14号 在空间站的任务 我们就要返回了 回到祖国怀抱了 一百八十多天 终于可以回家了 高兴 但另一方面就是 就是要走了 很多都不舍 你看我们不舍太空 不舍家园 不舍战友 就是总想再多留一段时间 我也说就是 这是铁打的空间站 流水的航天员 走的时候心里想 我还会回来的 走的时候就想 空间站建成了 长期运行 我肯定是要回来的 2022年12月4日 完成使命的 陈东 刘洋 蔡续哲 挥手 作别战友 作别工作生活半年的 天工空间站 踏上了回家之路 当我们回到飞船里面 在关上舱门的时候 跟空间站脱离了 就觉得 好像跟我们亲手 带起来的这座房子 要说再见了 就也有一种 特别舍不得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个不舍呢 带有一点点小确定 因为我们现在 空间站建成了 我们长期值守了 我们一年两艘飞船 也许真的是不久的将来 我们又会来重新的 回到我们亲手 盖起的房子里面 去重新的把它 布置得非常的温馨 非常的美好 神舟14号乘组 交给神舟15号乘组的 是中国空间站 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把 也是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阶段的 第一把 至此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战略 圆满收官 中国空间站 正式开启了 长期有人驻流模式 从1992年9月21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正式被批准实施 到中国人建成自己的 太空家园 至今已走过30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30周年的纪念日 陈东 刘阳和蔡旭哲 正好是在中国空间站里 度过的 那一天你们会在心里 或者说在三个人会在一起 说一说这件事 我们带着有小日历 我们就会在日历 这个9月21号这天 画个小五角星 着重飙红 这是我们在任航天发展 30周年 那一天呢 我们也跟地面的 我记得是七发任意愿时 也跟他们通话 他向我们表示祝贺 他说很羡慕我们 嫉妒我们 说你们有这么大的 这么好的条件 这么大的家 让你们去住 当然我们是 对他们表示敬意 是你们的努力 你们的付出 让我们有这样的家可以住 但是我想呢 这个纪念日 只是一个很小的节点 那么随着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 不断发展 那么40年50年 会越走越好 而且中国的空间站 会越见越好 越见越漂亮